那削球的步伐我们也跟球友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就一般的话像正常的是左右 来 这横向步伐 对他中央有一个停顿 踮回来 啪再出来 再出来 重心两边转相当于 对 这是最基础的球友们去这种训练 平常就是正反手在转的 对有一个跳 踮 他就跟并步伐 快并一下 回来了 并一下 回来了 看得清楚些 对左右 那还有些情况就是要前后移动的 前后移动 对前后移动 一般是用这个腿去往后蹬 你看 帕一修完 一蹬 过来 就是用蹬地的过程转换中心 这个步伐就是 前后的前后的步伐 你看 帕一修完又回来 帕一回来了 然后帕一蹬 就上来了 对 帕一步优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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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帕一步优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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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帕一跳 一跳完之后 他一转换 后脚一蹬 右腿一蹬 就出来了 很快就上去了 对 你不能说一转换之后 跑上来 他就很慢 一定要注意这个蹬着一下 就跟跳舞似的 再有一个往后撤的这种感觉 往后再上 机箭也是这种感觉 你看啊 搓往前 主要是什么呢 啪一蹬完 对吧 后面回来了 到这腿上了 然后一跳 啪 上去 啪一跳 上海 终于踢上去腿上 搓 都可以 又可以退 对 啪 然后 那咖 这就是弓 一样 啪 这回来了 咖 哎呦 弓是啪 对 这个弓是 这个腿 成支撑了 不能跳了 弓的时候 弓的时候是啪 这腿支撑了 哎 爪位 啪 爪位 是这样 哎呦 什么 这是这是个弓的 这个弓就是 弓的时候 那他处理完就是有些抬类小手要退到后面削着 从前往后的这个步伐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从前往后的步伐主要是说你的重心要在后腰上 在后腰上啊 然后呢不能是这样的话你怎么退 所以在前的话就退不出去了 容易在后腰这个位置 然后拿着劲 他一搓弯 右腿拿着劲 搓弯之后 正好顺时就往后退了 退的时候也是这腿一蹬 就回来了 好 嗯 你